回到發言人這邊 孫大謙這個貴黨的叛逆分子 孫大謙同學給吳主席最終一封公開信 國民黨還活著嗎 We need to be born again 我們需要再一次的重申 他給主席的編號第四封信 誰最該出來選台北市長 國民黨再等一位叛逆者出現 小平兄過去常講 未來的國民黨如果要再起 要靠什麼變種的國民黨 不是純種的國民黨 如果從這幾個角度去看 馬前總統 朱立倫市長 吳敦義主席 如果以小平同志的看法來看 這三位是純種還是變種呢 還是慢慢再變 我們要持續的觀察 孫大謙他說 為何國民黨仍是老面孔 老台詞 老形象 若想成為一個代表未來的政黨 就應該認清七個不需要 OK 面對黨內兩個太陽 孫大謙認為 國民黨想要成為一個代表未來的政黨 就應該明白七個不需要 第一 不需要老派的太陽 而是轉型選秀 第二 不需要PK小組 而是影子內閣 第三 不需要誇耀過去 而是提出願景 第四 不需要黨產組織 而是數位平台 第五 不需要學姐 而是創意 第六 不需要模仿抄襲 而是勇敢真實 第七 不需要謾罵口水 而是態度跟靈魂 看起來很像是柯文哲 在教訓國民黨的口味 怎麼看 發言人 所有的人他們在網路上的發言 我們都尊重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歸最重要的事情 就國民黨並不是說要變種 或是什麼這突變 而是我覺得是進化 進化 OK 2016年之後 我們確實黨產現在 其實之前就已經處理了 但是又在被民進黨政府 有這個所謂黨產條例 把這個黨產再次的 連現金 我們合法現金都已經凍結 那這個部分 我們為什麼持續還是現在 可以當一個在野黨 好好的來跟這個執政黨來抗衡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還是有所謂的理念 我簡單講就是說 2016年8月 我是在在野之後 我才加入國民黨 但是過去這兩年 國民黨有沒有給年輕人機會 有嘛 至少我這邊35歲 我就可以是說來協助 變成是黨的發言人的角色 過去有沒有那麼年輕的發言人 我不確定 但是至少現在我們的主席 我們的這個整個組織文化 都是非常的暢動 而且都是非常充分授權 就是希望是說用最快的速度 反映我們所有的一個狀況 也因此我才會坐在這邊 是 我不插一下話 我那天去國民黨中央黨部 因為有些邀訪 就是說憲政黨參選跟民進黨 都會去邀訪 我走進去 說實在跟我很多年進去 差別有差別 這年輕人較多 我以前進去 我在那門口都是 這個資深人類在那邊 很小啊 真的很年輕 那我看那個主公會主委 年紀也比我輕很多 那也很隨意 穿個牛仔褲在那邊就跟你聊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期待 國民黨改變的地方 跟民進黨好好聘 你們越聘 台灣人才有真正的什麼 選舉的紅利可以產生 來打斷你 不好意思請說 那文傳會的系統 我再簡單講我自己的例子 我35歲 但是我們文傳會裡面辦公室 依檢挖底 譬如說政府部門工作的時候 每一次開會 我都一定是最年輕的那一位 但是現在我在文傳會裡面 我們跟所有同仁一起開會的時候 我都已經是中間偏上 而且很多都是八年級生 這個進來這邊服務 所以說照理講 國民黨會不會改變 一定會 因為現在這是我們2014 2016的一個創傷之後 還是要復原 但是筋骨慢慢調整 我們慢慢的轉型 登大廊的一個過程 大家真的可以不要急 但是一定有看到國民黨的改變 那我再講是說這個 所謂媒體要講是說 這個三個人的一個部分 其實就馬英九 我們單講馬英九 以馬英九的高度 他不用說要跟大家講說 我2020有可能要選總統 所以現在來吸收資源 或是來吸收人脈 以馬前總統的高度 絕對不需要 他即使沒有任何後續的規劃 永遠大家看他就是一個 2008到2016 帶領台灣 帶領中華民國 走向國際的一個很好的領導人 所以我覺得馬前總統 未來會不會有角色 絕對有角色 而他的角色會是很超然獨立的 在所有的這個公開場合 或是國際場合上 來為我們台灣做事 我覺得這是我對於他的肯定 那我根本不認為是說 2020的總統 會是他的選項之一 因為以他的現在的高度 也確實不需要再一個總統 來為他加冕 那吳敦義 朱立倫 或是馬英九 絕對都在想2018 什麼意思呢 就是2018年 我們一定要贏 一定要縣市長 贏回來 贏多一點 把過去輸的都拿回來之後 才有可能2020重返執政嘛 所以說現在朱立倫 譬如說新北市 他要延續他的執政到侯友宜這邊 所以朱立倫一定有他的一個責任 吳敦義要把全部 22縣市全部都打好 變成是全面的一個勝選 馬英九要來 輔選這一些市議員 為什麼有人講是說 都是比較年輕的議員 因為資深的議員 他有一定的基本盤 跟一定的實力 可能比較不需要加持 比較不需要空氣票 但是年輕的議員 他又年輕 沒有地方人脈 又沒有地方資源的情況下 當然需要這個馬英九這邊來關心 所以說我覺得 這都是分進合集的方式 我覺得為什麼 我一開始在講是說 現在相對來講比較溫暖 就是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有名出名 有什麼就出什麼 我覺得這樣就是 共體時間的一個很好的狀況 那最後當然不免俗的 回應一下我們民進黨的委員 發言人 2020您剛剛開玩笑的講說 有可能馬蔡在對決 但是今天一個民調 叫做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 就是做起來有六成的人 不支持蔡英文2020連任 所以如果說再這樣講 也許馬會出來 但是到之後蔡英文不是蔡英文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呢 2020現在 先看2018年 2018年完了之後 因為蔡英文主席 他現在是主席 如果說民進黨真的 這次選得不好 尤其是雙北這一次 姚文志現在民調一直拉不起來 只有5%多10% 即使好給你翻一倍10% 如果說民進黨到台北市 只有拿到10%的選票的話 那蔡英文會不會面臨逼供 那如果說蔡英文真的 2018年年底之後被逼供了之後 2020的總統人選 還真的會是蔡英文嗎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好像 民進黨內部也是磨刀禍禍 所以真的靜觀其變也好 或說我們真的怎麼樣的一個安排 其實2018年年底選戰 真的還是讓民眾來選擇 希望大家勇於出來 投下這神聖的一票 我是想說 我們的家務事 就不老您 謝謝 然後你把你的兵手中 好好處選一下 OK 這個師承 這有個新聞 魚馬別苗頭 吳敦義成立禁衛軍 他成立在藍天志工團 有人說這是專屬吳敦義的禁衛軍 這是這個三立新聞台所報導的 那時候要跟馬英九基金會別苗頭 那上報也說 吳敦義當委主席後 選擇成立藍天志工團 由吳本人擔任全國總團長 吳敦義的妻子 蔡令儀女士 擔任全國輔導委員會的總召集人 OK 那最近這個馬前總統的基金會成立之後 吳敦義主席有個對外的公開發言 我把它揭露出來 對於外界稱馬英九另立黨中央 吳敦義日前回應 他和馬總統熟識多年 我非常敬重他 並不會擔心所謂的逼供 黨中央永遠都只有一個 您的分析呢 我常常講 政治就跟吸毒一樣 什麼叫跟吸毒一樣 當你上了那個光環之後 你就退不下來 我舉個例子 李前總統跟李源初在選政府總統 他說 四年號啊 我跟這個李會長島 我們兩個一起退休 我要去傳道 有嗎 已經過了幾年了 他有去傳道嗎 他有從光環退下來嗎 沒有 那就是一種感覺 那我覺得政治OK的 當你的 我常講 你的利益 不要違背你的政黨利益 你的政黨利益 不要違背你的國家利益 你去追逐你的光環也好 你的前途OK的 那包括吳敦義 包括朱立倫 包括馬英九 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說 現在你去追逐的過程當中 我請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把你的想法 跟你的做法 明顯展現給我們看 因為我現在看不到 吳敦義主席 What's your intention 就是我感覺上就是 你的企圖 你的企圖是什麼 對 大家覺得國民黨 包括吳敦義的企圖 已經不夠強 因為大家對於民進黨 現在是真的有點失望 所以請問一下 我們常常做民調 大家雖然對民進黨失望 有轉移到國民黨身上 沒有啊 沒有啊 那為什麼呢 Why 不要再去質疑民眾 不要再去質疑民眾 OK 這一點是 我覺得兩黨都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 怎麼會不了解我呢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我要唱歌嗎 對不對 不用 不是 我剛剛為什麼講 馬總統 馬前總統那幾項措施 太是很大的一個帽子 為什麼要有電雙掌 你們雖然掌 可是這個工商企業 我們幫他付得更多 所以要有電雙掌 公平正義 什麼叫附贈贈所稅 有所得就要繳稅 對 有資本利得就要繳稅 我差點離去 怎麼有所得就要繳稅 你繳到我的 增到我的稅 你們賠就不送 就這麼簡單 OK 直接的感覺 你不要扣個大帽子給我 什麼未來會破產 未來破產 那我現在日子過不下去 我為了國家 我忍下去嗎 我跟你講選舉 我常常講選舉 就是一種情緒性的反射跟投射 我覺得兩黨都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不要再拿個大帽子壓下來 你看我做這麼公平正義的事情 你要投我吧 謝謝在聯絡 OK 剛才士忍點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說 雖然民進黨中央執政 有一些困局 他的民調相對低 可是也沒有反應在 國民黨民調 相對的高 也就是說台灣的政治形勢 或是說台灣的選民心態 在快速轉變當中 我們過去常講說 把人吵醒的東西有三種 一個叫鬧鐘 一個叫警鐘 一個叫上鐘 其實對國民兩大黨來講 都有程度不一的警鐘 在那邊叮叮叮叮叮叮叮 在想 我不認為到上鐘 也就是說新的政治情勢 你們面對的沒有了 這是一個 洗口賣鬧鐘的廣告 叫你起來你不起來 要想要睡到自然醒的話 那麼要叫你起床 可能是這個東西 夾了手會痛 或是這個刺到手會痛 那這個是誰 可能就是今天 越來越多的中間選民